這個地方是它的美軍的軍人超市 在這邊買東西 其實要出示軍人的政見 但是這裡的物價又比外面便宜很多 那對於要來參加 Rimpact 其他國家的一些軍官 他們有在這段時間特別的開放 讓他們也可以來這裡購物 我們只是在N.E.X 我們會去探討華為的美麗的海外 我們希望我們在這裡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在這裡 平時的營區或艦艇上的辛勞 休息日當然得補給日常用品和零食 尊重軍人的舉措還有這個 地上斗達寫著停車空位 要留給殉職的軍人家屬 除了感念軍人奉獻國家 更不能忘了重要的軍隊歷史 密蘇艦上的歷史文獻 保存了相當的完善 包括他在過去曾經參加過 這個波灣戰戰 還有兩伊戰爭的歷史文獻 另外可以看到想到環太軍演 他也曾經在1988年 還有1990年參與過環太 另外可以大家看一個 非常特別的外套 這外套也記錄了他密蘇里戰艦 在1986年所做的環球航行 1944年服役的密蘇里艦 是二戰結束時 日本投降代表團於東京灣登艦 簽署降服文書的軍艦 小朋友也登上密蘇里艦 校外郊遊 要在船艦上睡一晚 實際體驗美軍軍事歷史 我們在密蘇里艦的甲板 往後方是四六英寸的艦砲 密蘇里艦停放在珍珠廣 放眼望去是這次參加環太 二十九國四十艘的軍艦 來看到密蘇里艦作為環太的學長 放著對面的學弟 也象徵著歷史的傳承 TVBS新聞紅紅華流廷廷 下午一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